台中台湾大道设有公车专用道 公车到站一名头戴白帽 穿白色上衣的年轻女子 下了公车一跨跳下公车专用道 差点被后方公车撞上 不值得为了这样的捷径 然后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蛮危险的 我觉得蛮危险的 为了贪图便利偷懒走捷径 竟然走上公车专用道 司机无奈这样的乘客 可以不要来吓我吗 没有只要像乘客跌倒 我是像他们在公车道这样直接等的话 所有责任都是司机要承担 东海大学学生常在玉门路公车站下车 为了到二校上课 想要少走一段路 没有依照指示走安全路线 反而冲下公车专用道 再往右穿越满车道 十分危险 新台币发源500元 第一起惊险事件发生在台中五泉溪路 一个目测年约五岁的小朋友 原先和大人一起骑脚踏车 经过路口时 与大人骑向不同方向 跨越对向车道 回转绕一圈 大人看到男童骑到逆向车道 只是招招手要男童过来 就消失视线 跨越三个车道 也不见大人的踪影 让民众直呼 家长有够夸张 记者 卢俊杰 黄山台中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节目